哈囉各位歡迎回來收看Stay at Home Story Cup B組賽斯喔 現在是先進行敗者組 由Mana對上Goblin 怎麼樣?Nice 這兩個人 肯定一定相信我大Mana 只有他才有機會上來創造奇蹟 剛剛那個Goblin看的就來搞笑的 請問Goblin小組是打誰出現的 我來看一下 Denver Huston Claim 我記得他跟這三位一組 那他贏了誰就是個問題 先贏了Denver 也還好吧 然後 然後贏了Huston 這個有點參考價值 幹嘛 跟他生在生 那只有兩個情況 第一點就是 他的PVP跟他PVC的實力是有巨大的落差 第二點他的PVP比他PVC更天才 你就是哪一個 我跟你講就是亂拳打死老師傅 他不是一起來都走亂拳的嗎 懂了嗎 所以就是亂打還是有機會贏嗎 這就是柯玉鳳在打比賽前 我們永遠都會覺得他好像打任何一個神租都有機會 但他每次都會隔屁要嘛 所以你說柯玉鳳就是 蛤 那你全打死老師傅吧 懂了 蛤 沒事 不要拱火啊 沒事 不要拱火 有 你跟他昨天在玩 你這是台灣記者你知道嗎 他昨天踏到了神聖族嗎 然後呢 那時候你剛好也在收天地 我有遇到他嗎 應該是沒有 我昨天晚上在跟避暈大戰了 我今天就跟他急說 跟你講NICE絕對是玩到早上然後睡了一整 然後 然後半夜醒來才開始打天地了 沒有我最近在配了避暈的作息 這樣搞不好我就有機會拿201 欸奇怪我是跟著 AZ的 OB畫面沒錯吧 OB AZ是狗屁的是不是 喔原來AZ是跟著瓦迪啊 在混啊 過分 喔這邊這邊這邊 欸欸欸欸 瞎了瞎了 他沒看到 你剛剛有看到巴娜的視角嗎 他是有看到那農民他人瞎了 結果哥布林不敢放 放了啦 也沒有 哥布林會放但是 欸欸欸 回頭回頭 欸欸 我跟你講 他是 假裝自己有看到 在走過來 太扯了 這太扯了我跟你講 這個絕對是 實實上大一種 我跟你講 你學到了嗎 學你媽啊 如果你有看到的話你就假裝一下 他 感覺就不像是有看到喔 假裝一下 假裝一下 他真的看起來就不像是有看到你知道嗎 欸他放VS 放VS 你知道放VS有個問題你知道嗎 就是放VS 只要你打的慢一點就是 你不要上來一個不許我就走過去送 我覺得都是野VR優勢 嗯 欸而且 他在那邊補了個電池 他應該要出鳳凰吧 我覺得啦 他補個電池是因為那個吧 他看到MANA也沒來偵查 他覺得MANA有可能出兩嘴戀 所以他直接補個電池 但你能守 喔 又來一隻農民 來農民點水晶啊 點水晶啊 怎麼點 喔 他覺得可以守住嗎 唉唷 走走走走 嗯 這畫面給 這畫面給壓格來打MANA應該已經死了兩遍 嗯 這畫面我覺得 理論上 現在看起來我覺得野VR這邊 有優勢 沒有現在 不好說 因為 他弄出去了喔 蛤 他是不是在那裡弄出去了耶 他換家 但是有個問題 家裡出VS 他守不守住正面啊 你知道現在只要他走上來 他只要有一手 他只要梁靜汝給的勇氣 他就走上來 就贏了 你知道嗎 直接贏哦 放生氣了 我覺得MANA這個換家 我覺得不是很明智 因為他現在走是VS 如果他現在走是VR或是他命運 我可以接受這個換人 他太高估現在自己加一點 你知道 現在只要 他現在要尊敬還給人家看耶 那直接走上去就好了啊 沒有啊 他要先打爆那個水晶啊 不是 你這邊守不守住啊 欸 鳳龍台不朽 啊 你都不理工了 他就守不住 喔 可以 把這個 把這個吃了 把這個不朽吃了 哎 哇 哎 哎呀 難道這是算好的嗎 難道這是算好的嗎 神奇的媽呢 學到了嗎 神奇的媽呢 他已經想到後續到底要怎麼打了 放下 他就是 他就是漏都是4次追列 讓你一定要就是 哦 我要上了 然後他瞬間recall 然後神主看 然後格布林看他recall也可以往回退啊 他就沒退啊 他退了他是不是就贏了 他不小心被抬了 天啊 剛那個 那是他嚇到碰到10號子 搞不好他真的有道理在啊 沒有啊 我知道他那個追列是過去要換家的 他剛那個畫面的來 我跟你講 我來跟你分析一下MANA第四角 他剛在做什麼 剛他的第四角是什麼 四追列要換家 然後就看到他打過來 我靠好像擋不住耶 趕快recall 沒有啊 有啦 不可能哦 真的哦 這野VR又不是 又不是 他媽今天才出來的戰術 不是他這就看起來不像是 他知道人家要上來 然後強行把他吃人的 我覺得 這個有可能是真的 哎呀 太高估他了啦 沒有這VR 野VR都這麼久的戰術了 不是哦 他剛剛那個東西就不是 是預先預謀的 你懂嗎 他剛剛那個東西都是什麼 都是臨場決定要幹嘛的哦 搞不好 這是預先預謀啦 放屁啊 真的啦 那我要你們啊 在他現在出來把他兵送了怎麼回事嗎 他們有在送兵啊 他贏了好嗎 養殖不朽啦 啊啊啊啊啊 吼 他剛剛那些東西都是臨場反應哦 他就不是真的預謀要做這件事情哦 他是不是吃完你的不朽 天 牛蛇夠大 甩啊,你在甩啊 好像哥布林看起來 目前 哥布林這三兵贏耶 MANA敢開關我絕對死喔 這隻不想能出來 要出來了 爸爸又要出來了 等一下又來自鳳凰 爸爸要回家了 不是啊 鳳凰還沒來啊 啊 奇怪他不是有兩隻鳳凰而已 還在照啊 剛出來 奇怪我怎麼覺得MANA這樣一直送了 結果把自己送到輸啊 為什麼他要執著去打這個地方啊 因為他想要一口氣吃掉哥布林啊 喔喔喔喔 在幹嘛啊 算是沒有 沒有我覺得剛剛那個 你跟我講是預謀的絕對不可能 一輩子不可能 沒有啦真的有可能啦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能把星海想的那麼簡單你知道嗎 星海這個 你不把這些想的太複雜了好嗎 那你不能吹捧一下這些選手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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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搞不好他真的有 就是他算過就是萬一如果這個情況發生 他第一時間做的判斷就是要recall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今天萬一對面不上來他就去打嘛 他已經想好就是 沒有他那四個絕對我知道的用意就是 第一點他要馬兵對面在家裡刷兵 刷完他就recall 或者是對或者是那個就是 呃那種東西就是他讓對面分兵在家裡啦 但是他剛剛那個 對面已經打上了他才recall這件事情肯定就是 我靠這邊又守不住了 他才拉上來你懂嗎 所以這就是想好的啊 不是啊 那人家不上來勒 他不上來他就繼續打了不是嗎 他家裡可以守得住啊 他對面只要在家裡刷兵 對面比他走上來他是不是就靠隊了 他家裡守得住他就往後拉就好啦 蛤 這就是一步一步的事情而已嘛 這只是在判斷決策比較對啊 不是嗎 那這種東西不是你賽前就應該想好了嗎 你同一套戰術跑這麼多遍 你就是應該要想好什麼事情 遇到什麼情況 要做什麼決定不是嗎 你今天也VR遇到什麼情況要怎麼打 那如果說他剛剛那四個追列走過來 他走到對面家的時候 他對面打上來他的那個recall還沒好 他是不是就爆炸了嗎 那他是有 他又沒有特意留recall 他是剛剛好50個能量出來好耶 算好的 這麼準 搞不好真的算好的啊 你又不知道 搞不好他真的算好的啊 搞不好他真的算好的啊 50個能量剛好絕對是運氣 搞不好是剛剛好真的啊 你又不知道 啊VR上來就那個timing啊 屁啊VR上來什麼那個timing 他老走 不是四隻追列架 四隻追列架那隻不朽 是不是差不多就那個timing啊 蛤 四隻追列架那個不朽 就是那個timing啊 不一定要他對面可以等人 你可以不要等人進啊 你怎麼知道他等不等 他已經在他家現身了啊 對方一定要上啊 不是那個情況會是什麼 那個情況會是什麼 我先走過去你才到我家 你懂嗎 你有沒有打過爺VR啊 不是這 我知道你經驗比較粗 但我跟你討論是一個比較戰略的情況 我跟你講的是 剛剛他那個畫面 就是如果你貪能量都先留好了 什麼東西都做好了 那你可以 我們可以討論他是預謀的 對不對 那他是不是剛剛都有了 那他如果走上來那個瞬間50能量 剛好這個絕對不可能是預謀的 懂嗎 你沒有那麼準啊 他那時候還補了一些水櫻台 還刷了兩隻水櫻 就是要拖時間 那就是剛剛那個 他刷的是兩隻X啊 對啊 對兩隻X 他就拖時間啊 他只是又沒有氣了 因為他下了VS就下了VR 不然他要刷出 所以他就是 你聽不懂我的意思對不對 他就是已經想好他整個後續 他就是要這樣打了 他不是 他今天這個局面 他已經見過很多次了 他每天都在打天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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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討論下去 不是辦法 一下就不用播了 我們來到這個毒血術寵 這個goblin上來 哇這放惡礦口耶 然後應該又是VR吧 這一定是VR啊 好又是也VR 然後Mana是個野水金龍 兩追眼 然後他還在死 他還在找 不行他 我覺得這個 你知道這種惡礦口 就是看你第一隻兵 有沒有看到你知道 不是啊這個不解釋 就是看你有沒有這個細節 你有沒有這個細節 你有這個細節 對面直接爆給你 欸這個goblin也是磁缺 哈哈哈哈 他等一下放兩個 兩個水銀塔 跟一個電池 欸沒有這個細節欸 蛤他就是一定要讓這個好啊 蛤他就是一定要讓這個好啊 不是啊他沒去找啊 Mana沒來找那你下去啦 Mana這邊看起來是個四追 他是不是想開礦啊 他還把水銀塔放下面啊 他還在找外面 他沒看到什麼都沒看到啊 要死啦 有沒有哥布林的聖大神 就是來演VR的 我已經看出來了 媽的又一個牢牙我真的偷著 不過演VR的戰術 我覺得現在已經不是那麼強 因為韓國有 韓國那群人研發出了一套 什麼四追先VR的這個流程 然後這套打 還在想 還在想 欸啊你的追劣怎麼 又滿護盾的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這個recall 才是 才是他媽的不是算好的啊 再見了 這就是剛好的啊 啊 啊 欸 他不休者 沒事啊 人間要出來了 點掉水晶 好聽到了 哥哥 嘖 這哥布林看來也是來靠賽的啊 啊 看起來就是啊 他看起來就是上來放一個人 算一個人 他也沒想到 那他有什麼野VR可以用嗎 下一場再野啊 換個位置繼續放 你打這種選手最煩了 你第三把就要真的要想 他到底是不是就是野VR 會啊 你打這種人就是上來 你就是上來那個喔 你不要想他幹嘛 你知道你去打A波就對了 所以先出手吧 你要嘛你先出手 要嘛你就不要 你就想了你就不出門了 你知道嗎 可是他這個野VR的位置 那不然你就學那個States嘛 那States打PART 你第三把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上來States沒偵查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農民捷區尋外面水晶 欸打電池 沒事沒事 虛空出來虛空出來想要狗活一下 欸還有這個農民 可以喔 我怎麼覺得還可以啊 沒有沒有沒有不太行 因為按不出第二次虛空 他可是他有電池 他門口會被尻爆啊 他這些東西打不過 你懂 啊啊啊啊啊啊 兩顆布 欸 直接接上去嗎 他沒有勇氣 好好 要是進來就可以接了 沒事沒事 我接不上去沒關係 我用走的 欸他還是沒有走啊 快走啊 他把你門口打了 然後用走的上去 對這樣現在上來設計比較好 好快啊 不會啊 正常速度 這是馬神 馬達是個三兵贏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馬達覺得 幹總不會有一個 他媽同一招用兩次吧 太低能了吧 這牌一定是VS了 然後這邊BR了 這米哥布林也是個心理戰高手 你知道嗎 他不是指揮這一招 沒有他就指揮這一招 沒有他不是指揮這一招 你不是要相信這些選手 幹你 講話表裡不一 你討論記者喔 那我們要造成一點對立 對立 什麼對立 所以我們等一下你拿人頭 我拿球棒這樣子 就你講A5 我一定要講B 就你講A5 我一定要講B 那你不就討打了 這聽起來就是討打 哇 哇 永恆之夢又一個可以演的 而且這有個好消息什麼 你知道嗎 這樣都是心圖 喔 所以每個人的位置對不對 都跟綠豆高一樣喔 都不知道到底誰會發他 你這個啞亮用的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那你覺得這看起來像什麼 看起來就是WODY要放30秒廣告 讓大家接 為什麼我們要等他 他不會進去直接放 沒有啦 是WODY說30秒等一下 拜託 我是講話 他有說拜託嗎 然後就被另外一個主播條感說 他要放廣告 什麼時候我們也會有廣告可以放呢 對啊 把東西廣告拿出來放啊 什麼XXX熱水器 XX熱水器對不對 或者是什麼 賣X勞 肯XX機 要不然就是 或是什麼R開頭的那個 有個三個 三個 綠色的那個牌子 或是L開頭藍色的那個 我們怎麼只有這些東西可以放啊 怪怪的啊 還是 還是有什麼 什麼外送平台對不對 對啊 你送什麼都可以嗎 你可以送甜點送美食 你也可以送茶的 啊 送什麼茶 台灣高山包種清茶 台灣高山包種清茶 好地圖來到永恆之夢了 這個Mana對上Goblin 那如果是Goblin進擊 不就送上面那兩個種族嗎 不知道說啦 搞不好哥布林上來把索拉打死 那也要索拉被Sortoff打死啊 哦 搞不好Sortoff是搭血的卡 不可能吧 剛剛這不是你講的 對啊 那都嘴一下喔 實際情況是不太可能的 這邊看一下Goblin要放什麼戰術 我已經看透了 Mana就是 上來 戰場打 但對面就是 太高 欸我又想到一件事情 這兩個上次戰鬥聯賽打成 誰 Sortoff跟Sortoff 可是Sortoff上次放了索拉12DO印啊 好是這樣嗎 反正把贏的是12DO印啊 好 Mana尋了一下 二級地下面 怕光炮啊 剛剛哈斯在直播用 在戰場打用光炮把吉姆大神修死 爛頭 而且最近收吉姆大神不知道什麼 很高的概率也是啊 可能是代理的問題吧 可是也是有收過是台服 所以就很奇怪 可能他那天代理開的是台服 他們節電有時候又很不一樣 可能 可能我那天 骰得比較厲害 有可能 奇怪 這哥布林真的是 真的 奇怪這哥布林是每天 是每天坐在科威門旁邊 為什麼都做個很像的事情啊 你看 上來點第二個水天家裡 然後不偵查 然後這時候Mana就會很光 為什麼你又不來了 沒有 他就放了兩把野FV 他覺得Mana很怕 Mana很怕 你知道如果這時候 Mana是 上來不管的人 你知道他就靠北 你知道嗎 欸 他靠北林 那這把他幹嘛 他還不 好問 JVS啊 他還是有稍微尋一下 他比較不管 Mana是野水晶啊 你看Mana很慌 他已經搞事了你知道嗎 他就嚇死了 他什麼時候要幹他 他是四槌嗎 你說誰 Goblin Goblin Goblin看起來是那個 四槌 然後他在那邊很快 因為他沒偵查 然後Mana下了鑰匙你看 整張地圖在找 然後對面根本就沒演 看來這個人也是個心理戰大師 你知道嗎 看到了耶 我們可以邀請他跟Goblin 在打PVP嗎 我們就看他兩個人都不掙扎 在實際上 Gob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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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一件事情我每次看他們視角都是左半邊是亮的 右半邊是沒東西的 那如果來的話右半邊你們就靠北了 他們已經有他們想法了 我之後發現那件事情他們就只是覺得 自己野球精也抓不到了 反正就有看到就看到沒看到就當沒看到就這樣 他一個長範王一個在做先知 欸他是不是要壓了啊 看兩邊 對啊他有打一個追鳳凰鴨架 他這個不是克里鳳很愛嗎 所以我就說他長得像克里鳳的形狀啊 但是前面兩盤長得像老鴨 這個怪怪的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時候那個那個那個誰 Mana看到已經吐血了你知道嗎 對要緊張 Mana還在加速不朽你就知道他到底有多怕了 現在哥布林有一個超主動的優勢 就是他這個鳳凰可以現在一直壓著對面在幹 抬他再抬 看到不朽爸爸 他側裂不及我 沒有重點是下面有個盾你知道嗎 那個盾很強 好 很強 那個盾很強 很強 所以他只是壓一下而已 他沒有要硬打 因為他只有兩兵贏啊 所以他本來這波就只是壓著而已 那時候是不是三兵贏在臉上 沒有沒有沒有不一定不一定 因為兩兵一鳳凰前壓也是可以的 他這兩兵一鳳凰比較像Said 比較像Said Said很喜歡做這種事 兩兵一鳳凰前壓莫名其妙 然後抓過來叮就沒了 看到有沒有像這個樣子 沒有 這哥布林一定每天都在看我們的直播你知道嗎 學了不少 長得都很像是我平常看到的網 跳進去了殺起來了 跳了啦 媽娜不要堅持啦 最後還是敗在了PVP手下 我就說這哥布林一看就是個天才你知道嗎 天啊 可憐的媽娜 所以要相信他啊 他的PVP 沒有你知道主要是 這打PVP打這種不管的人 就很恐怖你知道嗎 因為你看哥布林這開局首先 他屏蔽的對面打他 三兵贏一波 第二點他屏蔽的對方打他三兵贏 你知道你他屏蔽的對方打他三兵贏 三兵贏 VR 第四點他屏蔽的引刀 第五點他屏蔽的對面閃追開 第二點他屏蔽的對面直接開狂 但是他打什麼特別強 打VS開出個先制特別強 打眼鏈子特別強 打 先VR特別強 但是 剛剛我講了嘛 至少有五個情況是他不會想看到的 但是有三個情況是他很想看到的 反正就是他每次猜拳都猜贏了 然後就猜拳就猜贏了你知道嗎 跟這種人打PVP就很惱火 Amazing 你看到人很麻煩了 不會這麼覺得非常神奇的一個比賽 我終於是Goblin 我跟你講這個 野鳳凰 野鳳凰這東西 就是很Counter蘇莉亞跟VS這兩個東西 因為正常人遇到野東西 都會想用蘇莉亞或是VS這兩個東西來的手 Goblin 然後他今天就反其道而行 利用這一點然後走了鳳凰 所以我算是天才 那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是聖德主流 Sola的比賽 只要是 是 有 有 有 很 有